哈喽大家好 我是居住在山东济南的台湾学生陈亚欣 今天是除夕夜 我也换上了一件非常喜庆的衣服 往年呢 今天我们都是会回台湾过年的 今年为了响应就地过年 所以我们决定就在济南来过这个春节 我的妈妈是山东济南人 我的爸爸是台湾人 今天呢 我们就决定做一个济南跟台湾融合的年夜法 我的爸爸妈妈们也是选出了 自己觉得最之有年味 然后也最之有代表性的年夜饭 他们都已经想好了各自的代表菜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他们都在做什么吧 Ready go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要吃一塊 好吃 首先呢是第一道菜 这道菜在台湾叫做成家福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然后是第二道菜 是我们山东年夜饭的代表 就是炸藕和炸鱼跟炸肉 然后第三道菜 是我爸爸做的台湾做法的 半煎煮的炸鸡鱼 第四道菜呢 是台湾过年一定会吃的笋干猪蹄 下面是从台湾带过来的笋干 然后第五道菜是我们山东渤海湾的鲍鱼 第六道菜呢是佛跳墙 第七道菜是来自我们德州的手撕鸡 然后中间这最后一道菜呢 是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 我姥姥的秘制作法 番茄大虾 就是每一年过年 我们小朋友最期待的一道菜了 所以今年妈妈煮的特别多 以上就是我们家的年夜饭啦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